杨文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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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小朋友 他都會在課本上面塗鴉 那在我念小學的時候 我只會在地理課本上面塗鴉 我甚至會整天都只看著地理課本上面的某一張地圖 去想象平原上面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城镇 想象海岸线上面如果有一座港口 它会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些符号的巨城在地图之上 它可以容许我最大量的一个想象力在那边驰骋一整天 我会去想着这些山啊河啊 这些大地上面的文理 它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的文字的一个书写 我会想去理解它 我会认为它们承载了大量的书情的意涵 乃至于我的在文学创作这个途径上面 我大多数的一个作品 其实都是跟地理地方 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扣连 所以这是我一直在行走的同样的一条道路 1972年以前大部分的农年航空测量队 它的一个影像都是由空军来代办的 那当时候执行的单位是空军六大队旗下的第四中队跟第十二中队 战后的初期会由空军来代办航舍 除了设备它更重要的理由是军事保防的需要 那时候航空摄影是一个高度管制的东西 每个会碰到照片的工作人员都必须要经过安全调查 包括林务局它开始要置办航舍 它的飞行它都是要提早去申请 然后要空军的军官来监拍 然后包括冲袭也是要空军军方的人员来监督 所以这样子的军民的一份工 它其实会慢慢的走向民政部门 走向民间 走向开放的一个图纸运用 班的大众它很难理解这样子的一个单位 它是一个市集单位 而且它的一个任务过去是高度机密的 但是这样的任务其实跟我们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 那包括农林、榆木或者各个环境 它其实都跟这有关 只是我们会跟它发生关系的时候 可能是一些法律纠纷 我们要去判断我们家跟隔壁家的田 是不是有什么样的纠纷 我们要去调行照 如此而已 但在未来 当所有的这一些资讯 慢慢的一个公开 像现在已经做到了 三十五万张的底片的开放 以一年五万张的速度 在持续的往前推进 它就会是一个 对全民敞开的一个影像记忆库 你可以看到自己家园过去的样子 航照它在另外一个角度上 它是你跟你的城市 那个已经剧烈变迁的城市 在那个时空的流影 就好像我们去读美军航拍 我们所读到的其实是我们上上一代人 他们所经验的地景 只是我们离那个时空已经很远 我们唯有从照片里面才能确认 原来我家在七十多年前 它的确有一条唐叶铁道穿了过去 当时候的风景 的确跟现在大为不同 感谢大家